但妳婚禮當天是正常西裝 她婚禮當天更不正常 換老子 軍裝嗎 人家是新娘換衣服 她是新郎一直換 因為她還有配合唱歌 一下軍裝 好像還有表演 一下那個什麼少爺 一下什麼我就 還有少爺 就是穿得很那個 對 很正式的那種的 然後又下又軍裝 然後她就一直在台上唱歌 然後本來我們想說 我就說 那我們其實是很美式 我們是buffet這樣子 然後我就 而且我們在那個美橋 就是很浪漫的地方 又有游泳池什麼 那我說那我們就請個拉丁 Latino來動那個有沒有 就很... 豎琴的 對 她說為什麼要請這個 我請孔鏘來就好了 孔鏘很厲害啊 她說孔鏘 對 你要像台語 國語 英文什麼 他都可以幫你生出來 不是不對啦 對 但是你覺得孔鏘老師 拉丁有點困難 不會 孔鏘真的很厲害 我有一次 我就問孔鏘老師 台灣的拉丁 沒有 我問我孔鏘老師說 你到底會彈多少歌啊 而且都是這樣子 隨便你丟一個考它 它就馬上就會有 她說 潛櫃有多少歌 我就可以彈多少歌 她是真的很厲害 行走的潛櫃 那有必要 只是對新娘子來說 她不想要 她的婚紗的回憶裡面有孔鏘 這樣 你會想嗎 不要這樣說 我的婚禮上面 孔鏘老師真的有 是啊 可是他不是一直幫你伴奏吧 有 他在上面伴奏 OK 所以你們射手座都找孔鏘 射手座都一樣 射手座的人 孔鏘老師射手座最愛 真的嗎 OK 好 他有上來伴奏 但是 我記得那首好像是 辛龍大哥唱歌吧 像是 對 對啊 我覺得婚禮就是這樣 好玩 回憶就是這些 很不正常的地方 對啊 而且他們 對 女生 我覺得露姐應該還是想要 那種 就是我喜歡比較正 浪漫 美麗這樣 然後後來我說服她好在 不然我真的不太可怕 我就真的請 巴拉圭的 像LIFE BAND那樣子嗎 對 他是那個 台灣很有名的 拉丁的樂手來 所以婚禮後來有內容 有照你想要進行的進行 有 不然的話 這怎麼 又軍裝又孔鏘 對啊 對啊 你不覺得這是什麼啊 而且孔鏘老師也穿軍裝 孔鏘未來換裝吧 好可怕 像在我們的肩膀